杨农建立 欢迎订阅 illes 敬爱的上人 产住事务 还有 线上的菩萨家人 还有现场的菩萨华卿 大家早安 那今天跟各位讲这一段微妙人生 我们人在宇宙虚空 是多么的渺小 就像微尘一样 那么渺小 那么微小 但是上人说 这有奈米的良人 因为我们心可以包着太虚 可以包着整个宇宙虚空 这就是微妙呢 智者大师在讲《法华经》 讲了九十天的妙字还讲不完 它的道理在哪里呢 它的道理在告诉我们 坦白告诉我们 众生本成活 何其自信本不生灭 何其自信本不动摇 何其自信能生万华 这就是我们虽然是 微小 微妙 但这是人人皆可成活 这就是我们 微妙的人生 在分享之前呢 我还是讲我自己 一段自己的故事 我民国三十七年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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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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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